國務局開始,政府各項新規例會開始實施 移民部會暫停接收技術和投資移民的申請 運輸局公佈新規例,今後航班出現延伍等情況的時候 人客在補償方面終會獲得更多選擇 四名國際盤助人員在肯亞北部的難民營造房價 包括一名家國公民 每一年的年中,都是各級政府頒布新法例 或者是舊規則到期,又或者是被廢除的時候 踏入7月份,在美國國慶的長周末過後 政府對包括養老福利,低收入保障 負人增稅級別,移民、難民法,以及國會議員養老金等 一系列的法律問題都進行了修改 我們一起看看 在長者福利方面,每年收入少於69562元的長者 他們的養老金將會每月增加4.86元至544.98元 另外,針對單身低收入人士的長者 或配偶沒有養老福利人士 低收入保障負助每月增加6.06元至738.96元 而對於領取養老金者的配偶 每月低收入補助增加4.37元至489.98元 而60至64歲的低收入長者每月津貼會增加10元 在稅收方面,年收入超過50萬家元的安省婦人 他們的所得稅稅率將會上升到13.168% 在移民法規方面,難民將不再享有牙科和眼科的保健福利 而儲方藥物的保險額也會降低 另外,由7月1日開始 中大技能職業省提名移民項目申請人士 將別稅通過英語或法語考試 達到政府所要求的標準 而移民部還宣布,由7月1日起 移民局將不再接收聯邦技術移民 以及投資移民的申請 另外,在議員養老金方面 議員將會發現每個月的扣除金額有所上升 而領取福利的輪候時間也會增加 目前,這筆基金的總額有9億5千萬家元 其中一大部分是離市納稅人 而在國慶節之後 對於多數的民眾來說 還有多一個變化 就是由7月1日開始 交代會停止徵費 這個實施了3年的交代徵費5千的政策即將結束 不過,Loblos公司已經提前告知市議會 會繼續對交代徵費 該公司在全國所有地區都一直實行交代徵費的政策 而多數將會在2013年的1月1日正式停止向顧客提供交代 聯邦移民部長康尼日前宣布 本國移民系統將會作出重大調整 在7月1日之後 移民部將會暫時凍結聯邦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的申請 康尼表示,在過去的一段時間內 移民部已經就本國的經濟移民系統作出了多項調整 而在未來的6個月內 移民政策將會作出更大的改革 令系統變得更靈活和迅速 這次暫時凍結上述兩個項目 正是為未來6個月中的改革做準備 在消化完舊的申請個案之後 在新政策下 並使用新選擇標準的系統將走上證軌 能夠更加有效率接受更多的申請 部長強調,由於移民政策的變化和系統的更改 這次暫時的凍結不會對本國每年的移民總數帶來影響 而現在,本國每年接受的移民數量已經達到歷史同期最高紀錄 這次的凍結並不適用於已經獲得僱主品用信的移民申請人 或者已經通過博士申請資格的申請人 移民部估計,他們將會由明年1月份 將技術移民和投資移民的申請解凍 到時候也會採取新的選擇標準 而這些細節將會在未來陸續公佈 另有消息說,漢尼還準備再次提高投資移民的門檻 由目前的80萬家園升至150萬 同時需要投入政府基金五年之後歸還 安省衛生廳廳長馬修斯 今天警告聯邦政府要慎重考慮對難民分請人 大幅削減醫療保障的決定 新推出的難民醫療政策將會在7月1日實施 計劃將會削減聯邦醫療計劃中 為難民提供的額外保健福利 政策實施之後,難民接受的醫療保健 只包括緊急醫療服務 以及醫治一些可能會為公眾造成危害的疾病 移民部長康里說,此舉是希望令管國的醫療系統更加公平 而在推行新的政策之後,在未來五年 每年可以折省二千萬家元的開支 馬修斯說,新的政策等同變相減少給予各省的醫療撥本 而且新的政策會令一部分難民完全沒有醫療保障 醫學界的人士也說,新的政策會令社會上最弱勢 最需要幫助的群體失去挽救生命的醫治機會 這樣的做法是違背設立醫療系統的初衷 安省勞工廳今天派出工程師 對伊利湖市倒塌的Algo Santa Mall進行檢查 上星期六下午的事故 目前已經造成兩人死亡,幾十人受傷,中有多人實中 目前,Algo Santa Mall的業主正面臨來自各界的抨擊 昨天,業主的代表律師終於露面 遭到當地民眾的嚴厲質問甚至高聲漫罵 該名律師說,事發的時候自己家人都是商場裏面 如果像大家這樣說的話,他們事先對商場的安全隱患之情 那他絕對不會允許家人進入商場 他還說,一旦當局准許,商場業主就會很快回去事故現場 律師同時承認,已經有民眾對他的當事人發起集體訴訟 而他的家人還收到死亡威脅 根據一份昨天發出的聲明 安省省警目前正聯同法醫一起對事件進行刑事調查 多市警方在2010年的G20峰會期間的保安措施遭到各界失誤 事件至今仍然未見平息 一份今日公布的報告,批評多市警政服務委員會在事件中失職 沒有對警方的行為進度監督和指導的責任 根據這份由前法官John Morden所做的長達357頁的報告 多市警政服務委員會在事件中一直就手旁觀 並沒有積極參與保安計劃的制定 更加沒有起到有效的示範作用 報告批評多市警方過於著重峰會中心附近地區的保安 而無法控制多市街頭的暴力抗議活動 最終導致事件失控 而警政服務委員會作為民間監督機構 就對多市警局的行為就手旁觀 對自己的監督權責範圍不明確 對G20峰會期間警方的關鍵計劃不了解 Morden的報告就本國警方面對大型國際配議時的計劃制定 警員培訓 各部門配合 以及準備時間制定等問題提出了38項建議 有傳媒報導指多市市長福特 駕車途經一架開著車門的TTC街車 運輸聯合工會133分會的主席 今日向傳媒表示 福特市長星期三早上在Donda Street West開車 途經一架開著後門的TTC街車 由於乘客會隨時下車 此舉會對乘客的安全構成威脅 市長的行為是違反了交通法 應該處以109元的罰本 據悉 福特辦公室曾經試練TTC信聞事件 不過截至目前 福特並沒有就事件作出任何回應 加拿大運輸局今天頒布新規例 今後 旅客在乘坐的航班如果出現延誤 計票超賣或者取消的情況下 在補償方面將會有更多的選擇 加拿大運輸局今天要求包括加航 西捷航空以及越洋航空公司 在航班出現問題的時候 為旅客提供更多的補償選擇 在航班延遲 坐位超賣或者取消的情況下 旅客將可以獲得全額退款 而根據乘客的特殊要求 即時必須選擇其他公司的航班 航空公司必須為旅客盡量訂到最早的下一班飛機 而在轉機過程中 航班出現問題的旅客 如果他們決定不再繼續行程 就可以在合理的時間內 免費飛回家 而如果航班在由於安全問題 而無法安時起飛的話 就不需要受上述的新規例約束 細節和越洋航空的規定 大部分符合運輸局的要求 而加航則在今年8月12日之前 必須作出相關修改 而這三間航空公司 會有30天的時間 對運輸局的決定提出反對 統計局今天公布的數據顯示 本國10月份的經濟比上月增長0.3% 這次亦是本國經濟連續第二個月增長 根據統計局的報告 本國2月份的GDP 受到部分商品平產的影響而出現萎縮 不過3月份和4月份的情況有所改善 GDP分別增長0.1%和0.3% 分析學家說 4月份的數字略高於市場預期 不過仍然屬於正常範圍 並非屬於經濟反彈 同時亦都符合市場認為 本國第二季度的GDP 背錄得2.5%增長的預期 4月份的增長 主要是靠能源業 以及礦產業的帶動 原油以及天然氣的開採量 繼3月份提高了1.2%之後 在4月份亦都提高了2.7% 同時交通業、畜牧業、製造業 亦都有所增長 不過除了部分反彈的行業之外 整體批發業的數量 並沒有太大的升幅 加上歐債銀機持續 以及亞洲市場的疲遠 預計本國經濟在本季度 並不會有明顯的改善 最新的民意調查顯示 計劃在這個夏天 享受一次出門旅行的國民比率 達到5.5% 而計劃平均花費為1,700元 這份調查是由 Ledger Marketing Poll收集數據和發表的 根據報告的數據 本國國民在這個夏天 亦都即是7月至8月份之間 計劃出遊的比率達到5.5% 而出遊的平均預算額是1,700元 其中 以亞省的民眾加期預算額最高為2,300元 而灰省居民的預算額就最低 只有1,300元 在計劃出遊的民眾當中 由7成4的國民選擇落回本國旅行 業界人士說 國民將出遊的目的地設在本國 有利於刺激本地消費 以及旅遊業的發展 在各大省份當中 草原省份被認定為最適合出遊的省份 其中 以亞省、緬省和沙省的評價最高